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选手节目据称少年影响弊大于你 对赛商方为正方会之中学 反方学校为南田圣保六中学 现在介绍双方辩论员 正方主辩为邱乐盈同学 第一副辩为陈以晴同学 第二副辩为陈楚永同学 杰辩为袁永森同学 反方主辩为侯文禧同学 第一副辩为刘永森同学 第二副辩为冯文禧同学 结辩为连远禧同学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令南大学辩论队员 连梓瑜先生 早上 马甘明慈善基金马晨端起 纪念中学辩论队教练梁汉章先生 早上 大家好 聖士提反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赖偉菲小姐 早上 本场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第二副台下发问及结辩共有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反方主辩完成發言后 雙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机会 台上发问完结后 正方一副接觸發言,待二反方二副完成發言後會進行台下發文環節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文的機會,台下發文完成後會進入劫變環節 除了台上發文和台下發文環節外,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有一丁提示 丁,到鐘就有兩丁提示,丁丁,超時15秒會連續丁幾下,丁丁丁 如果有超時情況出現的話,將會扣分,每超時5秒扣分,不足5秒亦當5秒計算 詳細賽規已經發佈給各個參賽者,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現在先請正方主辯優樂型同學發言,你有4分鐘時間,準備好請講可以 主席、評判、助作、各位,大家好 今天的變體系選秀節目對青少年幣大於利 選秀節目是一種由一班人入面選出少數才藝優秀參賽者的電視或影像節目 由60年代開始,電視台已經有類似節目,而2006年選秀節目全美一丁,命利雙修 媒體開始真相仿效,時至今日,中國、韓國、日本、香港等地各各電視台 今年會一共推出最少20組的選秀節目,實在是這類型節目的盛世 而選秀節目的形式亦順佔成為真人實景節目 即是沒有劇本、拍攝、剪接參賽者在整個參賽過程 包括比賽、訓練、以至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 觀眾都有機會看到的娛樂節目無可否應 從市場角度而言,參賽商接種而言,吸禁能力強的選秀節目是非常成功 但從青少年就是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為10至19歲青少年的角度而言 我方則用以下理由論證並多於你 首先,從作為觀眾的青少年而言,得到最大的利處就是娛樂 但現代社會娛樂渠道更多,這個利處甚無價值 相反,現時選秀節目不利青少年建立良好的價值觀 例如,將選秀變成真人實景節目 而現成為主流,好像韓國創造101中國的追光霸哥哥 更加要在比賽幾個月期間進入佈滿攝影機的訓練營 然後由練習到日常生活 參賽者、導師之間的談話也可能成為節目的一部分 這樣的確是滿足了青少年的八卦心態 但同時亦會弱化他們對保護私隱的重置度 換言之,今天的選秀節目 已對青少年發展正確價值觀 構成一個比娛樂更深遠的閉處 再者,從參與選秀節目的青少年方面 現時主流選秀節目是由經理人公司派出 在青少年時期而每日訓練 希望1至18歲未過青少年時期 但開始符合參賽條件就可以參加選秀 選秀節目的利署就是提供一個實現夢想的機會 但得到利署的人始終奉無倫國 好像2018年中國節目偶像練習生 2000名練習生細選出100人 最後得到出道的機會只有9個 成功率低於1% 但付出的閉處方面 首先他們的多元化才能會被限制 因為現時的選秀節目由中國、韓國 以至香港的全民造星 都是以唱歌和跳舞來做主軸 其他才藝尚對沒那麼重要 就是說要在選秀節目成功 只是由青少年開始重點訓練 他們未必擅長的唱歌和跳舞 但明顯不是人人 都是這兩項才藝的專長 這種才藝單一化的選秀節目 反而厄殺了青少年的才能發展 此外多年苦練 都只是希望可以在選秀節目突圍而出 但選秀節目始終是高度商議化的娛樂 而不是絕對公平的比賽 比賽的各種操作 令青少年花上多年心機後 反而在一個不公平的比賽中 鎮取夢想的實驗 完全對他們的夢想 厄殺人詞 或者在十幾年前 選秀節目開始盛行的時候 這類節目是好處 但發展到成行成事的今天 他們的利處已經不可以再蓋過 永遠出來的閉處 因此便提你答應了 多謝 接著有請反方主辯 侯文希同學 你有四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說可以 聽不聽得懂 應該沒問題 如果準備好請說可以 採訪 大家好 剛才有關主辯說到 選秀節目 不可以發揮到青少年才能 不是太多元化 但是我們看到今天 除了有選美選秀的節目之外 還有不同的才能的節目 例如是攀任選秀節目 小小虫神或者是损授中国新损掌 为什么这些可以发挥到不财能的损授节目 有方看不到 有方觉得世界上只有损利损授的节目 他们是完全没有看到其他可以发挥财能的平台的 有方转变发言 差点以为今天的电题是娱乐片对青少年影响弊大于你 今天有方只是与娱乐片本身的问题 和乖风尼论正利弊 但是有没有真正从损授节目的特色去审视过面题 回到损授节目的定义 国立政治大学全国学院都说 损授节目是指整个比赛过程 由练习表演到评议等环节都是公开 而观众是会以筹票形式参与其中 所以除了有方说的偶像、损授节目 张财或损授传给一丁 烹饪损授MasterChef等 今天要行两个面题 只要视乎损授节目能够提供青少年阶段 所需的发展平台和并应生态的独扬 我方反对面题语言有意 第一提供平台给青少年发挥所长 青少年有意发挥所长 最需要的就是经验和专业指导 然而传统教会坚决多元化出路 青少年未有机会实践和发挥潜能 卖没才华 亦想成为歌手青少年伟例 学校教者只有基本恶利知识 理论教学 然而选受节目正正是开逼了一条新出路 给青少年接触到平时接触不到专业人士 他们可以担任导师 例如在攀任选手节目小小传神 有国际顶级传神Gordon Ramsey担任导师和评判 为青少年良心并做一系列的训练 不及于指导 不留书赢 参赛者都可以从中收获更多的社会经验 和主业知识 为将来铺路 另外 节目播出后 更会为参赛者带来曝光率提供机遇 例如周杰伦子18岁参加了新秀节目 超马星人王后被唱片公司选中 成为乐坛巨星 而即使落败仍然有所得着 突然在女团Ever Glow 送完先 虽然在选手节目produce 2016 produce 48中落败 但因为节目给到他们的道光率 所有远赖公司都找他签约 成功出道 可见 有潜质的青少年是可以直由选手平台 获得更大的展示机会 有否觉得少一个这样的机会 反而是对青少年更加好呢 第二 选手正面价值 激励青少年 青少年的一大特质 就是对前路迷茫 透过选手节目除了参赛者 青少年观众也同样获益良多 选手节目范畴广广泛 有不同背景的选手 例如全美一丁 有不少残障人士都会参与 例如幻想指挥症 事成经法屋传业扣电 准处过人的毅力和不懈努力 突破自己 对得全美一丁败坤 而他背后付出的努力和挣扎过后 坚持来的过程 透过节目一一呈现 在观众眼前 这些证明不畏挫折精神 就连创众雜誌 重天俗黄卫也都说 会对青少年观众产生正面影响 从而受到他们正面价值观和心态 另外 依然青少年仪受影响的特质 他们会将青少年参赛者 作为榜样和雕 并且被激励和鼓舞 例如创造《仁异01》中 参赛者赞所同力丸 就因为看完上一季的节目 被选手周震南手极力 所以才鼓起勇气追梦 踏上舞台 见来都会和勇于追梦的精神 是否是青少年应该培养的正面价值观呢? 再想问有方同学 那选手节目对青少年弊大于理 今天包括全美一丁 全民组织等的所有选手节目 青少年总应该被禁止参赛 禁止观看呢? 即个问 我刚刚叮错了 我第一丁是叮错了 第二丁 即第二次一丁是对的 现在反映这个情况 看看评判会不会有什么需要修正? 如果没有太大影响的话 就请现在是台上发文环节 先请正方台上任何外辩原 向反方主辩提问 发文时间是一分钟 准备时间一分钟 回答一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十秒都有一丁提示 之后由反方台上任何外辩原 向正方主辩提问 发言时间同常 双方都会向对方提问一次 及回答一次之后 才分回正方一副的环节 如果双方没问题的话 台上发文现在开始 请评判注意 填写在台上发文分数的时候 特别留意填写次序 特别是反方的分子 第一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文分数 现在先请正方自由派出位便 原作台上发问 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 是可以了 丁 大家好 现时绝大部分选手节目 唱歌和跳舞都成为主要的巧合技能 其他才艺只是撩臂一家 我想请问游方同学 这种只是加强青少年对个别技能的重视 而不是认识、了解 以及相对轻视其他才艺的选手节目 为什么对青少年的多方面发展 认识自己潜伦方面 是会利大于弊呢 请游方同学正面回答 谢谢 准备时间不再开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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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 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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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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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正方主便回答,你有1分鐘時間準備好,請講看意 可以 大家好,首先謝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剛剛有方同學,現在我們有方同學回答你 我們現在在討論選手節目,不是在討論其他平台 剛剛有方同學就說,只是說外國的節目 又不說說中國、日本、韓國的節目 最重要的是,要討論這種節目,當然要討論大航期 要討論多些國家 例如東亞地區的節目,才可以討論代表性 有方同學只是說外國、外國 其他國家也有其他選手節目,你又不說 謝謝 台上討論環節結束,現在輪到正方第一副辯,陳以晴同學 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教授員講可以 可以了 叮 這隻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有方剛才就說,選手節目提供了青少年發揮的機會 但首先我方想問,發揮的是什麼才華呢? 幫著大部分選手節目,唱歌、跳舞變成有必要 而且都是重點巧合的技能 只擅長其他才華的青少年,難道只可以說一句 這些機會不是屬於我的 那他們的潛能又能否發揮到呢? 而且憑著選手節目而成功的人比例上根本不多 又怎能說得出是弊大於你呢? 而且在另一方面,現在的選手節目已經變成了真人實景的節目 參賽者一舉一動都會被拍得成為大眾的娛樂 正如美國社會評論家霍爾·梨茲維奇 在《窺視》這本書裡面就指出 透過窺視他人的真實生活而獲取化感 只會令人更容易接受將詩音變成商品甚至是娛樂 青少年的成長期間就更難去建立保護個人詩音的意識 在另一方面,高度商業化的選手節目 令過分重視金錢的錯誤價值觀惡化 好像在《創作101》裡面那樣 中國版則需要扣買騰訊的會員卡才可以投票給觀眾支持的選手 而且買得越多,就有越多的票數 換言之,你會不會被淘汰並不是取決於利益表現質素 而利益粉絲是不是等於有錢,這個才是重點 將財能的優劣扭曲為你比較有錢就等於被其他人優勝 不夠多錢就會被淘汰這個價值觀 在這個已經太過注重有錢就是等於一切的社會裡面 要清晰連觀眾加深和繼承這一種價值觀 更加危害他們的發展 而且,當選手節目在開到一年裡面 一個東亞地區已經開到超過20個的時候 正如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副教授吳昌昌就指出 市場已經變得飽和 例如韓國已經太多清晰連成為練習生 多到市場無法消耗 因此,就算可以在選手節目裡面脫穎而出 並不代表你的前途就會變得一片光明 吳教授進一步指出 其實選手節目裡面的選手是沒有異價能力的 都是被逼入絕境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看不同的選手節目 都出現了很多嚴重的問題 例如比賽結果內定的情況 在2019年的11月裡面 韓國大受歡迎的節目創造系列的製作人 就承認賽果造假 原本觀眾投票的賽制 就變成了製作組任意的決定 可憐一個節目偶像學院裡面 由於李可印就已經被內定淘汰 所以就特意介紹他一半的票數 中國這一面 青春有你的第二季 決賽現場投票劇明明是9點半才止 但贊助商在8點多的時候 就已經提早宣佈賽果 可見問題是屢見不鮮 由於選手節目是高度商業化的娛樂節目 背後牽涉贊助商不同經理人公司的勾心鬥角 因此錯果往往不是以參賽者的才華而決定 但當我們要被青少林在這樣的節目裡面追尋夢想 根本就不是一個適當的方法 因此便提你答應了 多謝 接著有請反方第一副辯劉詠欣同學 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說可以 你問我如何可以 正常發言 所以 定 顧著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幫你講一下這些可以學多些 體育節目 學多一些正面的知識 有很多承認的 甚至說發展給他們發揮所長 有很多承認 他擔心什麼 他擔心我原來只有唱歌跳舞的單一 但我今天不是說了 今天就是他不是強迫性的唱歌跳舞 他可以自己選擇 如果他喜歡煮食 我不是參加一些傳統的節目 裡面的節目有這麼多了 哪一邊有什麼 還是只能看到唱歌跳舞呢 好 來到一步 不如我們從兩個角度出發 就像是參賽的青少年 剛才說說今天他有海選 實在明個個都有機會 按照有光邏輯 很多學界比賽 不如他青少年弊大於你 但根本大部分的比賽都是有篩選 去確保一些參賽者的水平 但是才華的人互相切除 這樣都是廢書嗎 再說一句話 不是的 是參加如果想贏的人很少 輸了就沒得著了 但不是要注意 有人看回 今天選手節目裡面 可以參加過程 接觸了很多韓外前輩 例如韓國的高等歌跳選手節目 有韓國第一女唱歌手 他會選擇成為導師 或者有韓國這麼孤展 一定要贏才是力處 我明明學多些知識 都是對青少年 都是對青少年 學到青少年 都是一種好 有韓國說不是的 他全程會跟著一些鏡頭 有韓國要侵犯他的私隱 讓他搞清楚 有韓國他簽之前 已經簽了合約 他都是知情 他會拍攝 那為什麼會有問題呢 有韓國覺得 有韓國已經是侵犯私隱 有韓國邏輯 是不是所有實景節目 都不應該出現 好了 所以最後一方 就覺得是因為節目商業化 但是我都不明白 究竟這跟青少年 偽大於你兩者 有什麼直接關係呢 所以現在電視台做任何組 都是為賺錢 即是林家謙 Rubberman這些歌手 全部都是商業化 都是賺錢的 最重要的是 他傳遞到什麼信息 選手節目 就鼓勵他們向前進步 堅持夢想 問題就在這裡 好了 最後來再看這個看節目的一些青少年 一方說 今天他們這個節目是娛樂性質 他有學很多個八卦 但我可能不明白了 本身所有電視節目都是一個娛樂性質 但是青少年在這個過程之中 可以得到一些激勵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反而是不是一個利署呢 為什麼他會有展示了一些練習過程 為什麼有可能看不到 或是看到他們 或是看到他們 或是看到八卦 我可能不明白究竟這些 哪裏有 最後一方就跟他說 不是的 他會有造假環子 有幫忙和他提出的韓國製作的造假事件 原來CJ André興能代表李仙玉 他跟他說了 會成立外部監獄 設立觀眾委員會 所以今天有幫說對 不需要擔心 今天有幫試圖 是把這個選手節目妖魔化 他正在說 他還有一個很昂貴的平台 他宣傳各種信念 以及在三月國際萬國小姐決賽的舞台上 緬甸佳麗看來 為緬甸爭取了民主的國民發聲 叫大家不要輕易放棄 其他選手 還有宣揚種族平等 和平等的普世家庭 青少年 可以學習 有什麼覺得 這些正面信息 對青少年的觀眾帶來 都是糟糕的 各位 跟著有請正方第二負面 陳楚穎同學 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是 是 可以 可以 叮 可以展入節目中 青少年的觀眾 究竟是努力見到成果 還是怎樣努力都不夠顏值帶來的人氣呢? 而且對青少年來說 最重要的是 透過不同的活動去發展 認識自己的才華和潛能 否則只會限制自己的硬性和發展 但現實是 古有漢武帝 霸切伯家 獨尊儀術 今有選手節目 霸切伯家 獨尊唱跳 幾十年前的選手節目 好像傳給一丁 都大約四五季就一個冠軍 透過魔術 甚至福語術去勝出 但發展到今時今日 現在的選手節目幾乎一面倒 刻刻唱歌跳舞 好像比少數兒童參加的選手節目 CAPTEAM 大受歡迎的青春有你 唱跳表演都是參賽必要條件 這種縫起 只會令到擁有其他才華的人 更難有發展的機會 利用單一化對青少年的多元發展 絕對一大閉嘲 而且選手節目令眾多青少年 每日幾乎用上全部的時間去練習 日本偶像團體AKB48的 工協少良就曾經參加韓國的選手節目 他就說韓國很多練習生 每日都要用上超過十個小時來練習 而令到他們日後一有機會參加選手 就會是巔峰的狀態 即是說想參加選手節目的青少年 基本上只能全部的時間來準備 這生青少年時代的其他東西 最重要的是選手節目的本質 並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曾經參加天生是優我 和青春有利的馬淑君 雖然他一直都有努力 但不停被製作組展示對他不利的鏡頭來播放 例如跟別人意見不合 輸了之後不開心等等 令到他變成節目中的反派 而且由於這是真人實景節目 並不是電視劇 他就會被認為他真人都是性格惡劣 但正如他的訪問中提到 不是我想爭 但我一不爭就什麼都沒有 他只是表現出選手節目的本質 他的落敗令到網民普天同慶 當一個社會要以人格謀殺為取落 是利署還是倫落呢? 儘管我們舉出不同的選手節目例子 都可以見到當我們社會 需要依靠一個高度娛樂化 才果不透明、比賽不公平的選手節目 來延續演藝發展的生力軍 同時要人從青少年開始就立志 用這種方法來實現他們的夢想 對社會以至青少年的成長和發展 都是弊大於利 欺騙這種方法現在就吸引了大量的眼球 吸引了大量的贊助和注目程度 一個金玉其愛拜水其中的舞台 對青少年而言簡直就是比多於利 所以見題你答應了,謝謝 然後請反方第二副辯,馮文熙同學 你有三分鐘的發展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有三分鐘的發展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請問聽不聽到? 聽到 好,可以 評判主角,大家好 有方正方一部說 充滿會員才能支持到選手 但有方有所不知 原來今天是有免費投票的 看到著我方一部說的免費投票 有方已經到後場不夠膽再說 他們都知道原來不一定要花錢才能支持明星 然後有方到後場已經不夠膽再跟我們說商業化 因為他們都知道原來這些商業化的節目是跟青少年的影響 沒有直接的廢物之間 他們都說不到 有方來到二副都只是膽敢跟我們說偶像系的選手節目 難道選物廚師、選物歌手、選物武者 就不是選物人權的節目嗎? 高等演員沒有人 但這些節目官方簡介上都說明是選手節目 如果不是選手他們是什麼類型的節目呢? 有方今天說我們只會論證東亞地區 他們也承認了東亞地區是有利處的 然後他們面對著我方所說的Masterchef 全民一丁也不敢說 他們也知道原來這些平台 是可以讓青少年發揮到他們所長的 承認了我們的利處 所以面對其他節目是悲言不談的 有方又說有合目 有合相操作這些投票的不承受 有方有沒有論證到多少成的節目都是這樣 還是這些都是極少數的例子 這些急行上的問題現在都可以有監管 有公眾委員會 甚至面對著我方一部所說的 有得監管有方都已經沒有回應了 即是他們都知道這些合相操作這些合目 可以解決到對青少年有幫助了 接著有方今天整場來說她輸了不開心 為什麼主編甚至開出來說只有1%的出入度機會 我想問這些有什麼問題 今天色少年所有她參加這個節目都是要為出道嗎 不出道有什麼弊處 不出道他們都可以在舞台上拿到他們的資源 在選手上拿到專業導師的評價 這些為什麼又是弊處 有方是從來都沒有認證過 為什麼贏了才是有利處的 曾經參加過青少年第一的白院 雖然未能夠成功出道 但也沒有放棄到經過兩年的練習 增值自身實力 今年在創造型入獲決賽 所以就正在跟青少年觀眾說要上進 因為他們向前 這些灌輸正面的價值 難道又是幣處嗎 所以面對著我方一部所說的 緬甸萬國小姐 有方到二部都已經不敢再提了 即是他們都已經成了我方的第二個理處 可以激勵到 即是他們都知道原來正面的價值觀 灌輸給青少年是有利的 發展著各位 今天選手節目的速度範圍 越來越廣 不僅僅像有方所說的偶像系列 意味著社會不再俗限於以前的殘舊思想 從選港者選偶像 現在有不同的選手節目 針對不同的職業導向 即是廚師職業舞者 說唱歌手 提供一個更大的宣傳平台 所以無論是青少年還是觀眾 都可以被人家 發展自己適合的職業 所以何項都可以出狀儀的正學思想 我想這些是白利而無一害嗎 各位 現在進入台下訪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位便員 向反方台上便員提問 正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台下訪問時間一分鐘 台上準備一分鐘 再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下派出位便員 向正方台上便員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各有兩次台發問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 可以由同一個便員提出 台下發問環節現在開始 請正方派出位便員 作第一條台發問 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丁 大家好 正如我方一直所說 選手只不過是一個真人實境的節目 如果你不是被製作組選定的參賽者 你連鏡頭都沒有一個 但更嚴重的是行來勝行的 淺規則愛意展緝 將選定的參加者一切都不好的 鏡頭剪在一起出來 例如二副提到的馬淑君 或者創造101 被針對性展緝令人覺得他是懶惰的選手的 拳員軍都是受害者 情況就像我們參加一個辯論比賽一樣 然後就會將你輸了比賽後 不甘心的情緒放在網上 就會被人覺得你輸不起 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如果有個辯論比賽 都會給大家有同樣的東西的話 你還會不會認為參加這個比賽 利大於弊呢 請有封回答 謝謝 準備時間現在開始 請��請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请反方自由派出委便员回答 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请问听到吗? 听到 可以 听 今天有方跟我们讲辩论比赛 首先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输了辩论比赛就一定是伤心呢? 为什么我输了辩论比赛之后有评判的意见又会不开心呢? 这些我输了比赛之后但我有评判的意见 这些是不是正正就是说的? 我有专业导师 我有专业的意见可以指导我 继续向前进 就算学错了也可以改善 然后有方所讲的恶意剪辑 谁知道他是恶意剪辑 就是因为有人知道真相才灌烈我是真假 既然这些都说得出他是恶展 大家其实都懂得分辨 实际的弊处对清少年又是哪个呢? 接着说现在都会有观众去尋求真的片源 知道他们实际的真相之后 对清少年的弊处又是哪个呢? 有方没有解释过 所以有方今天是很直接浪识的 有恶展就是觉得对清少年有影响 有份正方和我叫方进回正方的论政策 谢谢各位 现在请反方派出位辩元作投入法文 有1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声讲可以? 可以 丁 有方今天说到选室节目 宣传了很多赛观念给清少年 例如审美定型等等 但我方一副讲的缅甸小姐 在选美途中 不忘为自己国家民主去斗争发声 甚至去宣扬平等的普世价值 这些这么正面的影响 有方又全部都不回应 创造101的请客 练习了7年才去参加选秀 靠实力去突围而出 另外来自尼尼尼亚的Catchy 在05年遇上凶难 Catchy的全身皮肤被严重烧伤 外貌极不讨好 施加12年 严重挥用的他就走出凶难的阴霾 以真摯的歌声去俘虏全美一丁的 评判和观众 打破了偶像的黑板印象 不一定要仰静才能出到 只要有实力 就一定会有人留意你 选顺节目引起观众共鸣 啟发迷摩 青线连意勇敢追求自己 为何鼓励年轻人努力 不是有助个人发展呢? 多谢各位 准备时间现在开始 MING PAO CANAD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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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现在的选手节目都变成真人实体的节目 由训练营宿舍到练习室到你的一举一栋 包括一些日常生活中未必那么受欢迎 但平时根本不会有人看到的习惯 都会全程拍着你和剪辑出街 请问友方为什么会认为 对观赏感的青少年来说 看这些情节来满足八卦心态 就是利大于弊 请友方正面回答 多谢 准备时间 开始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时间结束 准备时间结束 请反方派出位辯员回答 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讲可言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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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福地又回到台湾 我们俩今天会拍摄宿舍过程 就是过程睡觉 很容易要侵犯她私隘 首先要知道 刚才今天青少年我参加一个节目 我都要事先签合她 而且她是需要父母或者交通人的陪同 不过她做她签的时候 她家人不同意这样做的时候 我都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会有问题呢 再说今天 正面者今天这个节目 她可以展示到她的训练的过程 她就告诉那些青少年 原来各个这些人的成功 就是因为她的背后又这么努力付出 如果今天不止是 可能会以为原来做的很简单 她正确地告诉她 不可能我们说 每个人都会想做明星 那这个是不是她的目标 她的梦想 我不可能明白 为什么做明星就是错了 有可能会说 不是的 有出道的人很少 就是跟你说了 原来输了的时候 我们还要得着 我们可以在过程之中 我们可以跟导师相处 可以学到专业知识 跟朋友相处 我们可以互相切磋交流 甚至呢 这些都是输了 叮叮叮 请停止发言 跟着有请反方派出委员 原作第二条图的发问 你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说可以 试咪试咪 想试咪听不听到 可以 叮叮 卓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以为 只得赢比赛的青少年才可以得益 但其实透过真实的比赛和训练过程 其他人难道完全没得着吗 不是的 选秀节目有的升级导师 表演机会 还是青少年可以给观众和公司赏识 就像MIRROR成员扭应亭那样 虽然没有入决赛 但因为在节目中展露出的才能 被花姐赏识 成功加入MIRROR 所以想问有方同学 如果没有选秀节目这个专业 面向全世界观众和娱乐人的平台 经验不足的青少年 有没有可能获得今天的成就 成功追梦呢 谢谢各位 准备时间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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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lled alcohol 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派出位便員回答 你有1分鐘的回答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說可以 可以 有方剛剛就說MIRROR有一個人被人賞識了 我想問真正被人賞識的有多少人呢? 是不是真的每個人都可以被人賞識到呢? 或者他被人賞識可能有其他原因 或者他家境逢巧,可能他很有錢 或者他的公司很強 或者這種原因不一定是他的才華 可能因為他有錢,所以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現在這個世代就是 所以基本上有才華是否一定是做到你剛才說的 入到其他團 不可以確保說一定 但怎樣說呢? 不一定能入到 就算你很有才華也好 但可能有人有錢過你 就可以拿錢扔你 基本上可以拿錢蓋過你的才華 你明白嗎? 所以我覺得 現在是劫變環節 雙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雙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雙方一分鐘時間準備 要是可以拿錢蓋過你的 雙方一分鐘時間準備 但現在是劫變環節 我買了 雙方一分鐘時間 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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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怎么选择节目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普及呢? 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社会要进步 但以前老一辈就说读写书才有用 要将读书以外活动标签为无用 于是就造成有方眼中的单音化 所以今天旧制度都叫学生全人发展 要早日找到目标 科源发展 社会策战策力 帮不同背景青少年追逐梦想 但有方今天见到他们有潜质 必然不问因由总监杀了他们的梦想 而今天小图节目正正是可以推翻大众的偏见 女仔不一定要长头发着粉 男仔都可以化妆 唱歌 跳舞 厨艺 杂技 魔術 这些通通都是一级之长 值得一个在舞台上发挥的机会 而有方今天也承认要多元化 为什么承认我方的理署 但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都不做 究竟这样就叫多元化吗? 其实有方去到后场已经没有回应我方的理署 他们只是觉得选受节目不够 要求我方做多点 做广点 所以帝处不成立 而是我方理署全部承认 又为什么弊大于理呢? 再说今天全美一丁 全英一丁 中国大人寿等等 是什么才艺都可以展现 是今天有方握上了这些多元化 所以来到这边有方也是解释不到 节目商业化和青少年费大于理两者之间 有什么必然关系?究竟 到底节目统投资金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今天比赛有赞助商 有方就可以随随便定他们的罪 什么都不理就说他们造假吗? 有方今天的思想很黑暗 他觉得出道成功就是有金主 但自己从来都没有论证过 其实再说今天有没有成名 我方二父都问了 其实今天失败失了有什么避暑呢? 是没有的 今天失败床来不是一个闭嘱 有一个历练 一个进步再发光发亮的机会 为什么有方看不到要这么肤浅? 尤其今天比赛也有输赢 有方是不是要全部都取消? 有方到现在都给不到一个答案 再作各位 有方今天立场很好笑 就是觉得拍了一张照片 都叫侵犯私隱 但今天说了参加或签了约 父母都知情 尤其还说的我方主一二台下都说 可以激励青少年 有方都是不敢回应 近年来一直有人说香港我谈而死 几年前小手节目未出 大家可能觉得代表香港歌手 只是张维枕 但到今天大家先说 我有听姜桃的 看到新一代这么有影响力 公司这么愿意给数人资源 为什么是闭嘱呢? 随着新一代加入 甚至香港的文化我谈因而兴旺 十年没有转过代言的麦当劳 又或者从来都不找香港做代言的一些品牌 我谈颁奖典礼 广东哥重上YouTube第一位 香港人对自己自身普通文化有归属感 为什么这个不是为青少年 带来一个更好的风气 更好的未来 各位青少年为什么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命运 青少年这个阶段为什么这么关键 正因为他们有一生人最多的资本 所以就要把握好机会 对发掘自己的兴趣 尽早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 究竟这样有什么错呢? 再说今天有方都会说 青少年他们要增加自我认知 所以就正正需要节目的辩论 导师的评价 因为在自我中向他人学习 透过自身吸收知识快的优势 尽早认清自己 确立人生规划 因为这样不是对青少年身心发展最好吗? 政府为投降出日作业 有方为什么要这么狠心 它会局向全世界所有青少年的未来 这个社会的将来 找到有兴趣有能力的青少年 他们自然有权去衡量自己想追求什么 为什么有权在选择节目中学习 或者是被有方标签为一个目的青少年 为什么有方又要一次 今天有方做的就是一次又一次压杀 他们追逐梦想 作辉所长的权利 那青少年就当然没有权利 为什么 因为有方连一个平台一个机会都不给他们 静静静 所以今天有关新闻发展 各位 反方结面发言时间为4分23秒 有过时 请评判扣除10分 接着有请正方结辯 袁穎森同学 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说可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 我想问上一场比赛 有人超过时 作为主席 你就有跟他说 你要必须结束发言 但刚刚反方蓝平静保禄中学那边 他的发言即使已经叮叮叮了 但是你又没有提他会继续发言 那究竟 我想问回赛会 根据赛规 究竟主席是否需要停止那边缘的发言呢 赛规就写 就说在 你等一会 好 谢谢 在台上和台下的发问环节的时候 如果有超时情况 就会立即终止这位同学的发言 但其余 即是终一二结的时间 就应该不会的 那就是刚刚上一场比赛 就用错了手法去处理了 是 那麻烦现在三位评判扣除十分 接着有请证方结辨 袁穎森同学 你有四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二 叮 这些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比赛来到尾声 有方同学就一直说 我们没有论证到这个闭嘱 就说我们不问 不问因由 就准备厄杀青少年的梦想 但是又没有想过 其实厄杀青少年的梦想 其实是 是选受比赛的黑幕呢 有方同学就说 他们输了比赛 但是他们可以有经验 他们可以有切磋 但是你又能不能确保到青少年 他们不会受到爱意剪接呢 有方同学又说 爱意剪接呢 他们就有一个监管会 会监管他们会不会有这些问题 是发生有黑幕 但是其实有方同学 你又没有论证到 其实这些监管会 他们到底有多何事 我们听到他有报道说过 他们有黑幕 又发现了 有方同学又说 他们又有得益 但是呢 其实这个币柱已经大到 盖过了他们的得益 有方同学又说 他们用姜徒来举例子 但是有方同学又没有想过 其实是不是个个都是姜徒 个个都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 是不是个个都可以 好像他一举成名呢 令到青少年有方同学又指 说选秀节目是令他们有发展的平台 拥有更大的展示空间 但是其实比赛不公平的情况 都经常出现 在青少年学习价值观的时候 你将他们摆在一个可能 有恶意剪接的选秀节目 其实你有没有可能 确保他们一定不会受伤呢 有方同学又不跟我们说东亚地区 就只是跟我们说其他地区的青少年 他们都会有好处 但是有方同学又为什么不谈东亚地区呢 是不是因为只有东 其他地区的青少年才是青少 东亚地区的青少年就不是青少年呢 所以他们就可以被人恶意中伤呢 在以前 我方的确是成为部分的选秀节目 是可以为演艺界发挖到一些沧海为主 令到他们有发挥和实现梦想的空间 但到了今时今日 选秀节目就已经成为每间电视台必备的节目 走入选秀节目盛世的时候 也是选秀节目开始变质的时候 这种变质作为对观众 甚至是有志向参加选秀节目的青少年来说 是弊待于你 我方也知道有部分的选秀节目 不仅是唱歌和跳舞 但其实有些才艺表演会穿插其中 但无可否认的是 唱歌和跳舞是必要的条件 也是主组 因为有方同学只是觉得 只有其他地区的选秀节目才是选秀节目 东亚地区的选秀节目就不是选秀节目 就不会令青少年有问题了 所以他们就说 唱歌和跳舞其实都不是必要的了 但其实有没有想过 其实这类节目 原本就是令到参加者日后 他们作为他们梦想的出路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会以 他们根本上都会以跳唱为主题 令到偶像 而现在的偶像组合团队 也可以说是清一色表演跳唱 而当选秀节目要以跳唱和表演成为主流 霸占了媒体的宣传资源 青少年要加入这个圈子 亦都只能跟随这个需求 即使跳唱不是他们擅长的项目 亦都只能削足识理 原本青少年的成长 就是要看着他们每个人的兴趣和擅长的能力 但到最后 我们任由选秀节目 令他们被逼单一化 对青少年的成长方面又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我们觉得演艺界是一个适合青少年的出路 那我们最少就应该要确保一条出路 但今天我们就看到选秀节目 其实是将一切带到相反的方向 形式上 大部分的选秀节目都是用相同的模式 集合然后组成全队就出道了 但最后就令到每个节目推出来的组合都差不多 很难发挥到他们的独特声 就出不了名 但最重要的是 由于选秀节目的商业互动化 就已经发展到一个斗赚钱的项目 所以他们想各种的方法 表面上就是加入民众的参与 但常失陈就是将吸金能力变成推定升负的因素 中国的超级女星每个电话 就是可以用投一票的方式来选择表现最好的选手 当时的评论就认为是中国的民主啟蒙 但就变成了今天的创造101中国版 既有多少钱买会员卡就有多少票 青春有理的会员可以投票 给钱升级会员就可以投更多票 是所有人一律平等 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这个做法不就是更会扭曲青春的价值观吗? 多谢各位 比赛暂时过一段了 那就麻烦三位评判先评分 另外特别提醒 最佳辩论员需要额外评分 每位评判请先选出三位表现较诫的辩元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佳一位得3分 次佳一位得2分 余下一位得1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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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拍子 这一首会 不知道 movies 评判cem 还不急 没有 ización 应该 提醒 总 dall 只能够进入 我如果是评判平度分 回 financing 协议裔 再說一聲就可以了 我這邊可以了,謝謝 好,現在我們先請領南大學辯論隊隊員蓮子瑜先生給我們一些評語 好,大家早安 先說回今天的辯題 選秀節目對青少年影響弊大於你 前場,我想正反雙方都很同意青少年是10至19歲 但是去到後場,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雙方在談及的對象 只有參賽選手 參賽選手的青少年呢 特別是兩位的結辯的時候 基本上整個蝙蝠都在說 今天參賽的選手 因為這個商業化的黑幕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或者他們參加完比賽有什麼得著 四分鐘的演詞全部都是這些事情 你們原本一開始設定的定線就是 10至19歲的青少年的好處是什麼呢 今天你們去 讓青少年去看完這些選秀節目 他日後對自己的得益有多少呢 我覺得這方面是你們說得不及的地方 很多都是會說 你們兩邊都會有一個一樣的問題 就是今天會說完 青少年看完這個選手節目之後 他一定會有那種的 心理的變化會激勵到一些事情 我是想聽到就是你們當中會否推敲到一些邏輯關係出來 例如說 可以動用一些心理學的一些概念 例如說 為什麼青少年看完這條片會容易有這種觀念呢 會不會是因為自己看電視會有一種明星下 我今天明星你做完這件事情 我就會跟著你一起去做呢 我當中希望會聽到更多的這些推論的過程 是說為什麼青少年看完這條片 或者看完選手就會作出相應的變化 而當中這種的關係我覺得是 首先你們對應青少年這件事情 就是你們會分了兩個青少年 一個就是參賽選手 一個就是看那個觀眾 對於觀眾的我會希望聽到更多這些 我想說 對於參賽者的這一方面 我覺得你們是做得很完善的 兩邊都是 但是無可奈何就是 我覺得大家自己想想都知道 實質上計人口多的一定是 不是參賽選手一定是觀眾最多的 那你們應該是 我覺得如果是我 我會把蝙蝠放多些 回到觀眾的地方 特別是你們前場已經鋪排了 十至十九歲這件事的時候 那為什麼不是說回這件事呢 那籠統基本上問題說完之後 就說回台下販問環節 我想說就是很多問題 你們的問題 大家都不是一個答問題的地方 我覺得大家是 就是聽到對面說完什麼字眼 你覺得她的字眼是有問題的 你就去攻擊她 而不是回答她的問題 特別是很多 特別是有些問題字眼很多 就是第一條 就是去到第二條的台下販問的時候 第一條台下販問的時候 會說 這件事如何多方面的發展 又如何是利大於弊呢 這些字眼 你身為反方 你應該是回答她的問題 而不是回答她的問題前面鋪排的背景 雖然背景的地方你可以作出攻擊 但是她問了你什麼問題 你一定要先作回相應的回應 我覺得這是第一件事 我記得有一條就是說 正方有一條就是 有惡意剪跡的比賽 有方你還會不會想參與 這件事參與了又會不會理大於弊呢 我覺得反方答得好的 就是我有成長過 還有我覺得 惡意剪輯這件事 人是會懂得分辨這個概念 我覺得反方太遲 捉到她對面這個問題 我覺得因為前場其實 一副二副都有擺這個蝙蝠的時候 其實反方可以用人是懂得分辨這個概念 去打他們 不過無可能就是反方才出 即去到台下販問再出 還有反方的問題就是 我會覺得是 你問最後那條台的訪問 請問今天如果沒有選手節目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平台 可以讓人們去表演呢 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是 另外一個平台給她做選手的時候 其實對這條變態是否真的這麼重要呢 你知道了她有什麼反方案 那是否重要呢 你背後的立場應該是說 今天只有這件事 其實她最後都不會答到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對變態的一個 延伸慢慢推進的時候 是一個沒有什麼很重要的關係 大家都很好 看了很多資料 即製造428 造假那件事 設立成立委員會那件事 都是比較新的一件事 就是說回日後節目會做些什麼 大家都有找到資料 我覺得挺好的 唯獨有一個資料 我想跟大家說回 就是Idle School 李凱人的事情 是未完全確實的 因為是未知道她是否真的 完全是作弊的 大家看資料的時候 有些資料是要看清楚 還有韓藝都可以看一下 你會更加切心處理去明白到究竟 你們是怎樣的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們今天對應這些編題的時候 你們不妨去看一兩集的節目 會不會嘗試一下自己 作為一個第一身的角色 身為觀眾 去感受到他們的氛圍 而這件事 去帶出來給我們的評伴 去聽的時候 我覺得會更加生動 和會更加入耳 那我的評論是這麼多 謝謝各位 謝謝梁先生 接著有請馬錦鳴慈善基金 馬陳端起紀念中學辯論隊教練 梁漢章先生 好,早晨 講任何辯論內容之前 我也想講另一件事 我想大家用網絡的模式去打辯論 都玩成年有多了 很明顯 今場正方這方面 就是比較做得好的 很老實地說 我們打辯論的時候 我自己窩囊 我經常都教一些辯論 你寫一份什麼稿 其實不是比分的重點 是評判得到什麼 才是比分的重點 即是說可能presentation 或者可能是你怎樣去 令到評判去理解你說什麼 這個是普遍的辯論 現在網絡的辯論 除了這樣之外 另一件事也很重要 就是你怎樣去運用科技 去令到評判 聽到你說什麼 反方這件事真的很弱 你打了我整年 這些比賽 老實說 我不是聽不到反方說話 是聽得收音都收得很差 這件事我覺得就是 我想是時候 真的要去 去改善一下 很明顯 正方 你直接在面前 有些大咪 他收音收得很好 這個的確是有一個 令到正方有個優勢 我想這件事 大家要去看一看 這個是其一 接著之後 就說回辯論的內容 今天其實這場辯論 就會有些位置 我覺得就 落得比較奇怪一點 例如今天 大家有討論過 就是 沒有很exactly的討論 就是什麼叫選手節目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其實今天政方 就搬了一堆例子 在香港、大陸、韓國 有什麼問題 之後就在那裡 嘗試攻擊對方 你們沒有說東南亞例子 首先第一件事 政方其實都沒有說過任何東南亞以外的例子 第二件事 其實政方都不是說東南亞的例子 來來去都是說香港、韓國、大陸 東南亞是大一點的 就是菲律賓、大陸 那一集下面 都是屬於 那你去攻擊別人 沒有說東南亞例子 其實不是 反方是有說韓國、姜濤 I know 姜濤是一個香港人 所以我也相信應該有 其實反方今天就跟你說 原來 譬如有MasterChef 或者可能有香港的例子 所以我覺得 政方這樣去攻擊別人 這個位置 我覺得就有點奇怪 你自己就不說外國例子 但是你攻擊別人 沒有說你們說的例子 就 不是那麼好 好 那去到 我想政方以赴的位置 開始落到的位置 我終於說到一些比較 叫做 西文一點的事情 其實你這些這樣的 就是 concept上的分途 分途是 怎樣去 可能是過分的物質主義 這樣 去到就 原來是影響它的開發 影響到社會上的 可能是看法的將來 我覺得你要去到 義父才去說這些 我覺得就有點疑似 那 這些其實是 我覺得正正是 政方可能是比較 叫做 Supposingly 殺死的地方 政方也都今天 跟我們說了 一件事都說了好幾次 就是一分奸餘 一分收穫 In general來說 是一個挺好聽的東西 那 我這樣說 一分奸餘 一分收穫 是不是完全正確呢 我不完全贊成的 那 畢竟有些東西 是會比較容易些去拿 有些東西是難些 那 我覺得 當然你說 這個東西灌輸給青少年 應該這樣做 所以他就去 跑得奪力些 取得盡些 那我覺得你說 如果灌輸這個東西 給青少年 是一個好事 但是反過來說 你也是灌輸一個 挺不正確的一個做法 那 看看你怎麼去包裝 那 反方當然沒有攻擊你這件事 那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 就 說下去 就 未必 這麼巧聽的 這個位 因為 都真的挺不正確的 但是 再這樣說 那 當然 如果 作為反方的時候 我會看這件事 人家其實 是不是真的沒有努力過呢 那 有些東西是不是 我們背後看不到呢 那 那 這個位置 可以去 去 多一點 正方 今天 我其實挺喜歡的 正方今天 就說 其實你作為一個 選手節目 我去 唱歌跳舞 什麼節目 都好 不要緊 那 我 關不關 他 應該這樣說 他錄影一些事情 例如你怎麼去 努力跳舞 或者唱歌 我覺得 這個很理解的 但是你去到那個位置 我要錄影 你睡覺 他們正方今天有說過 這個我覺得 會不會已經是超出了一個 選手節目 應該有的東西呢 如果可能 你十幾二十年前 那 你去 說娛樂圈的事情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大家吃得咸 娛樂抵得開 有些 的私人 是應該去 被犧牲的 那 因為這個是那個 就是 叫做 遊戲的規則 賣賣這件事 那 這個 就是要銷售的服務 或者預算 但是去到現在 這一刻 開始其實都已經 有少許改變了 那個社會的氛圍 無論是自己 一些明星 自己說 或者其實其他的媒體 都開始說 其實有一些東西 作為一個歌星也好 藝人也好 演員也好 其實有些東西 有些的 私人是不需要銷售的 那 所以你說 去到 你拍完睡覺 是不是有些 有點過分呢 我覺得 正方是帶出了這件事 但是 你就 其一 略為遲 其二 我覺得也不夠深入 因為 有很多 台下都有跟進 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可以再更加 這樣說 因為我覺得正正就是 你現在這些節目 就是為了去爭取收視 而去做 做了一些都比較 跟他製造明星 未必說太大直接關係的東西 就是我們要留意這些東西 那 這個位置我覺得是需要 錄進去的 那 但是就 比較遲去看 或者可能比較少 那今天反方 其實反方本身呢 其實他那條線 很老實講 都是一些大路的東西 那固然 今天正反雙方 都沒有帶出什麼數據 也都只是拿一些例子出來 那 這件事 我也明白我自己製造的時候 我也理解其實沒有什麼數據 可以找得到 但是 當然 如果你自己沒有數據 你攻擊別人沒有數據 就有些肉酸 那 但是 這個位置看看大家 可以怎樣去包裝得 英俊少少 不要說 就是 未必說數據上 只是直接去說 一個叫做 叫做 就是選手節目 是怎樣怎樣 會不會有些 就是可能其他 其他的一些 academic report 講關於 比如 青少年的psychology 或者青少年的 怎樣去受影響 怎樣去受彭輩影響 whatever 就是拿一些 一些旁敲側擊的東西 去證明今天的變態 多一些這方面的東西 感覺上會好一些 which 這雙方 大家都做得比較少的 那 就 是的 大概我今天的評判 就差不多 那就多謝大家 今天去邀請 留待時間 給下一個評判 多謝 謝謝 謝謝梁先生 接著有請 性事提反 書院中文辯論隊 負責老師 阿偉菲小姐 好多謝大會的邀請 其實我是非常同意梁先生 和連先生的評語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最終都是想提醒一句 其實整條題目 和青少年的關係 是要環環緊扣 所以我在聽那個推論的過程裡面 我比較是看到 比較評分那個的落分位 就是選手節目和青少年的關係 那我想對賽的雙方 其實在交流的過程裡面 必須要 必須要 就是在你論證的過程裡面 是要將那個選手節目 和青少年的影響 是要再構得更多 是的 我的評語就到這裡 交回大會 謝謝賴小姐 另外 看一看分子麻煩評判 都看一看賽果那一欄 就因為在最佳辯論員那裡 就有同分的情況出現 那就要三位評判相疑 都看了 她們都看不到 或者我現在開個 break out room 這樣 其實不是計完什麼30 20之後就計 total 的分數嗎 是的,但因為看回賽果那一欄就有三位最佳辯論員 因為計完三位評判給他們的分數總分 他們總共各自都拿40分,都是最高的 按照賽規就應該是看哪一個拿最多30分 理論上就是下面那兩位的,但還是未能夠分出高下 接著就要再看看每個評判對那兩個辯論員的評分高低 比較多人比較高分者應該是Bestie這樣 不是,但在賽季那裏寫著是對應每一位評判 每一位辯論員,就是用傳統的那種方法 就是每一位辯論員的分數 不是,不是,不是 我看到這裏寫著 因為我們Bestie是計10分20,30分 是的,對,但其實你在Bestie的位置寫明 第一個項目就是剛剛所說的30分20分10 接著遇相同的時候就會這樣 你已經寫了在這裏 我現在就看賽果 就是我看賽果的分子那一欄 就在Bestie下面就有四項字 就在,我現在highlight了 其實都不要緊的了,大家都改好了 Anyway不要緊,算了 好,明白 現在宣讀比賽賽果 今天的辯題為 選授節目對青少年影響弊大於你 正方,會知中學 反方,藍田勝保錄中學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為 反方,第一副辯,劉穎恩同學 今天的賽果為0比3 由藍田勝保錄中學勝出 比賽到此為止,多謝 先感謝 One 最後一趟